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科学 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Data Science 今年来我们常常听了许多名词 比如像大数据 机器学习 人工智慧等等名词 现在又有所谓的数据科学 就是说Data Science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今年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伦分校的计算机教授 陈君怡 陈博士 来说明一下什么是数据科学 谢谢您 邓凯 今天非常能高兴来参加您的节目 谢谢您 来 请问声好 然后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君怡 陈教授 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们回到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资料科学的认识 再度欢迎陈教授 来和我们谈谈有关数据科学 有时候又成交着资料科学 我想首先请教你一下 什么是数据科学 OK 数据科学 英文叫Data Science 我们有人说是数据科学 或者是资料科学 它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数据科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 以这个数据为主 所谓数据为主 就是叫Data Driven 资料科学呢 它是大数据科技的延伸 大家都知道大数据 大数据是我们处理大量的结构化 或者非结构化的数据 资料科学就是进行很多资料的收集 处理模型的选择 就是model 我们要做这个数据处理 要做很多model selection 做分析 用这些方法 这些流程来做什么呢 来识别 identify 这个数据跟数据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关系里面呢 我们找出它的价值 OK 这个价值做什么 做预测 做推荐 做recommendation 再从这个观察的结果里面来 做什么用呢 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 了解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发生 另外再进一步来解决问题 甚至呢 这个结果呢 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决策 帮助我们做预测 帮助推荐 帮助我们做解决问题 也可以帮助我们最大的用处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决策 对 决策的话 很多决策是要靠数据 比如说以前没有数据的话 那大部分都就在那里猜测 那我们有数据以后呢 比较容易用这个数据来判断 我们到底所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回事 对我们的将来的这个判断呢 有很好的一个根据 那我想请这个教授 帮我们举几个应用的这个例子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资料科学的应用 那我们举几个 大概五个例子 第一个最显著的应用 其实在Healthcare 就是医疗保健方面 这医疗保健方面 有什么样的资料科学 有什么样的贡献 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我们用很多大数据 就是人工智慧 可以在病人的医疗治疗方面 资料科学做出很多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疾病的预防 可以做疾病的 帮助这个医生 做疾病的测试 诊断 尤其是癌症 另外在医疗保健方面 它也可以做 尤其在药物方面 你知道我们开很多药 做这个疾病的处理 它就用这个数据 科学 它可以做很多个人化 个人的 因为每个人的同样的病 但每个人的体质 病情的状况不同 根据这种数据 它可以做医疗处理 和医务的 更做一些个人化 这就是一种 资料科学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现在的医生来讲 大部分还可能 还是要先让你吃了药 然后再看看说 对这个药的反应如何 也没有效果 它可能给你再开另外一个药 但是有这个大数据以后 很可能这个方面 就把这个时间就缩短很多了 因为这大数据 它把你个人的资料 都进入电脑 所以跟你的电脑 它知道哪种药 对你比较适合 所以它同样的一个病 这每个客人 他用的厨房都不一样 那他厨房不一样 就是因为 有大数据 有你个人的资料 他可以对你的厨房 做一个个人化的 Treatment OK 那我们就mov了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应用方面 在气候的变化 叫Climate Change 这个方面 也在资料科学 在这方面 也有很大的通过 你知道我们的全球 这个气候的变化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用这个人工智慧 跟大数据 让科学家很容易的了解 这就是资料科学 我们用很多很多的数据 科学家根据这些数据 做很多model 做很多预测 他可以 甚至可以预测到 这个气候变化的形形 现在气候变化很严重 对不对 所以每个地方 你根据过去以前 History的Data 所以这个Scientists 他们可以根据这个Data Science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预测的帮忙 这也是非常非常有 很大的贡献 所以也非常的大 第三个呢 就是能源方面 Energy 我们有的气候的变化的危机 我们世界上也面临到 很多能源的危机 石油的缺乏了 能源方面 这个数据科学 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用到有一个叫做人工智慧 有叫做智能电网 叫Smart Grid Smart Grid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能够真正的控制 各地方重要的能源的分配 它知道什么地方缺乏能源 什么时候缺乏能源 它能够减少它的成本 成本的cost 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 地球上的能源 用到的太阳能 只有大概地球上能源的2% 怎么样开发太阳能 来补助我们能源的补足 我根据报告就说 未来20年之内 可能我们可以充分的应用 太阳能够补足 我们在能源方面的补足 资料科学在能源方面 它最主要功能能够 控制这个能源的 节省它的成本 能够怎么样分配 能聚精的分配 在这个能源方面的应用方面 对 你刚刚讲了 这个有关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你提到 有关这个我们的医疗 有关我们气候变化 有关能源 那我想我们可以 把我们现在进行 这个第二个单元 就是在这个技术背景后面的话 将这种就是所谓的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那后面的这个背景的技术 是什么 我不想讲到这个 Technology behind the Data Science 我刚刚讲过 Data Science 因为牵涉到它是一门 多项科学的领域的结合 这些科技包括哪些呢 包括Statistic 统计 包括Data Mining Data Mining就是数据勘察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还有包括大数据 大数据提供它的 资料来源之外 大数据分析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相关的科技 最后一个是物联网 物联网 你知道物联网 是一个新鲜的科技 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大数据 当然有很多 做Data Science方面 做研究的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 Cloud Computing 云端运算 我刚刚讲过 云端运算 另外再来一个就是 联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每一个科技都 大概介绍一下 分析一下 Machine Learning 就是说 机器从这个Data 数据里面可以得到学习 那我们怎么样训练 这个机器呢 Computer 怎么样学习呢 Computer对这个 Concept 所以这个 什么叫Concept 就是观念 就是所谓观念 就是Pattern 所以我举个例子讲 我们做Machine Learning 我们训练电脑 我们常常有做 这个Spam E-mail 就是说这个E-mail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邮件是 垃圾E-mail了 或者不是垃圾E-mail 在我们做之前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有1万件邮件 1万件邮件 我们把这个 70%的邮件呢 我们做Training Data 这个邮件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 哪一部分是垃圾E-mail件 哪个不是垃圾E-mail件 我们已经事先知道 我们输入电脑 那电脑就已经知道 哪一类的是垃圾E-mail件 哪一类不是垃圾E-mail件 所以我们就用 我们就用Test Data 用训练的资料 来训练电脑 我们再矫正它的Model 那之后呢 那以后呢 我们有新的E-mail进来 那它就 这个Computer就知道 这是Spam E-mail 或者不是Spam E-mail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说机器学习 我们机器学习 我们用数据来训练电脑 我们不能用其他 我们人是学习 除了学教育 革命学习从经验 这机器学习 就用数据 我们来看训练电脑 电脑可以训练 不是说每个资料 它都能学习 你要资料 有很多共同的特性 这就叫做Pattern 你可以从这个机器学习里面 它可以帮你做议识 这就是Machine Learning方面 那我们现在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大数据分析 Big Data Analytics 大数据资料分析 这里面分析 有分成四类的分析 我用这个英文跟中文讲 第一个分析叫 Descript Analytics 就是描述系的分析 描述系就是说 我们大数据进来以后 我们要分析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大堆Structure Structure Data里面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一大堆 社交媒体进来 社交网站的东西知道 那第一个 你要做分析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叫叙述系的分析 是负面的 你做一个统计分析 这就是序处的 第二个分析叫做 诊断性的分析 Dialnastic Analytics 诊断性分析就是说 这事情为什么发生 第一个是 What's happening 第二个是 Dialnastic Analytics 就是为什么发生 就是我们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 我们找出它的因果 这叫诊断力的分析 第三个叫预测系的分析 Predictive Analytics 就是预测 叫它有什么可能会发生 不是说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做很多model 我们做很多预测 这就是大数据的分析 你会做 很可能会发生 最后一个叫预测系的分析 就是Predictive Analytics 预测系的分析 这个我们做Predictive 最后一个叫做 叫Prescriptive 叫做指导性的分析 Prescriptive Analytics 这种指导性就是说 我们发生以后 我们要签行哪些行动 它数据分析 它可以建议推荐你 这个大概是最高境界的 Data Science 做分析 大概全美国 大概只有3% 才做到这个 就是说我现在也知道 什么会发生 那它知道发生以后 你要推荐什么样的行动 OK 甚至电脑可以推荐你 叫做行动 我们通常都做不到那个地步 我们做不到地步 只说 我们就是帮助你做Decision Making 这就是说 大数据的分析 用在Data Science方面 另外一个科技 我们讲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物联网 现在这个物联网 将来会有几千几万的物品 就在产品就在发生了 OK 我们现在比如说 Self-Driving Car 这些都是物联网的 很简单的 很多就是说 Sermometer 就是家里的 这个自动可以控制 它的温度 对不对 这些物联网 当然物联网会产生 很多的大数据 这大数据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据大数据 你可以对这个产品 它的功能 做一些改进 现在我们这个行动电话 就是这个Smartphone 智能手机 也是属于物联网的一种产品 这就是大数据的相关的科技 现在我们讲科技 这是刚才我讲的 这种相关的科技 这些相关科技 都是帮助做资料科学 做它的分析处理 现在我们讲这个科技 我可以分成 从四个layer 四个layer是怎么样 第一个叫Data Source Layer 你知道我们处理这个大数据的话 第一层就是说 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 我们处理资料不是只是Structured Data 很多是Unstructured Data 大概80%都是Unstructured Unstructured像Audio Video Image 就是Unstructured OK 这就是Unstructured Data 第二个layer 叫做Data Storage Layer 就是我们有那么大的东西 我们要存个地方存起来 我们用Data Lake Database CRAWK云端 CRAWD Computing 这些就属于Data Storage Layer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Technology Data Processing跟Analytical Layer 就是我们处理资料 把它转化成Unstructured Bean Structured以后 我们要从资料里面产生价值 我们做预测 做分析 我们这些知道 这些科技用什么 用Data Mining 用Machine Learning 用Predictive Modeling 用一些Aggurism 用一些演算法 用Model 用Deep Learning 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Prosting Layer 方面的Technology 最后一个Technology Level 叫Data Up Layer 就是你处理一下资料以后 你怎么样展现出来 显示出来 我们用Data Visualization 用一些Graphic 用一些Chart 用Dashboard 这样我们可以秀出来 资料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属于资料科学方面的科技 这些所有关于处理大数据 我们用一些的方法 过程 储存 分析 这些都是属于 资料科学的科技 像这种数据科学 在您的专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您觉得它在 我们不要说十年吧 我们就说近几年 您觉得它会走向什么一个趋势呢 第一个 我觉得资料科学 跟很相关的大数据 非常有关系 对不对 跟物联网非常有关系 但是我们做这个大数据 大概应该 我真正从事大数据研究 应该在四年以前 那时候大数据的应用公司 大概不到过超过百分之十 现在美国公司用在大数据方面 大概超过百分之五十 现在我们就很少人就说 我们公司用大数据 大数据专家 我们都归类为 Data Science 都归类到资料科学方面 所以我们现在 未来趋势 现在就是说 大数据的科技 渐渐变为成熟 所以渐渐成熟呢 就是说 因为很多公司在用 但我们很多的软体 硬体 我们资料处理的 也快了 我们有很多程式 也available 很多电脑 速度也很快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那大数据的应用 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大数据应用 我们刚才指约五个方面 讲到以后 你看几乎每个数据都在应用 都在应用 所以第一个趋势 大数据的科技慢慢成熟 Data Science方面 应用也就多一点 但是科技也慢慢慢慢的 也不能说成熟 现在会慢发展 那在技术方面呢 我们这个大数据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 资料科学 有很多Machine Learning 在这方面 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所谓就会发展 我们做更进一步研究 又有更多的Accuracy 更多的Model OK 更多的Hardware Software Tool 也会Become Available 我们越来越希望能够自动化 我们就不需要 称赞到人工 为了最大的 你说我们一个医生 来诊断病人的话 他要花很长的时间 做一个诊断 你用这个Wassel的话 几分几秒 甚至几分钟 就把答案借出来了 这就是自动化 资料科学的最大的贡献 所以他能够自动化 他能处理很大很大的 这项资料 他也不要人工的话 可能要用很多的人力 才做一个结果 做一个预测出来 现在这个 还另外一个趋势 我就说 物联网 我们就说到2020年以后 不知道几千几亿的产品 做出来 这物联网出来以后 最大最大好处 会改进我们生活的品质 因为我们将来进入到 叫做智能社会 我们就叫做Smart Society Smart Society 比如说我们很多东西 都变得更聪明了 所谓聪明就是 他们自己能够 所以我们就叫机器人 就是他们很多 用机器来代理很多人工 我们生活品质 会未来越好 新的产品出来 怎么会做得好 就要靠这个资料科学 那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资料科学 只有牵扯很多的security 很多的保护 这方面也会将来 会越来越受重视 在资料的保护方面 个人隐私方面保护方面 将来的科技 会越会越做得很好 这是我个人对这个 将来资料科学的趋势 做一种看法 既然这个应用这么多 那么这个将来 一定是走向这些路 那么我想问博士一下 我们可以进来 走向我们的第四个单元 看看我们这个 到底现在目前为止 在美国或者全国 全世界在这个数据方面 它有的这个工作 这个情形如何 现在在这个资料科学方面 大概是最常见的名字 叫Data Scientist 叫资料科学家 或者有人叫Data Engineer 叫资料工程师 另外一个工作 叫做Data Analyst 就是资料分析师 同称的就是Data Scientist 那Data Scientist 我先讲一下 它叫Job Outlook 就是说现在market上 到底是不是有多热门 的话训练做一个Data Scientist 非常容易 那做这个Data Scientist 另外我们就跟你讲 刚才讲说Data Scientist 我们需要的1.9个minutes 将近200万需要的 因为现在成长才怪 我们讲现在做大数据 这样50%的公司都已经在应用 大数据在很多应用 你做这些大数据 这些project 你需要这个Data Scientist 这些专家来做 所以你现在看到 很多学校 尤其这一两年 我现在看到很多研究所 现在开很多Data Scientist 有相关的科技 做很多analysis 做很多prediction 做model 所以需要量非常大 那我讲这个Data Scientist 需要哪些skill 哪些这方面 在programming skill 通常需要的做什么 做R Pathom SQL Hide Peak Span 我刚才讲过 Data Scientist 里面做 有四个category工作 第一个做Data Source 方面 所以你专门处理 就说Data Scientist 不只做分析 它有很多部门的 不同level的 处理这个资料 第一个level 你怎么样处理 这些structure unstructured data 怎么样出生 data 这些人 你要写很多程式 你需要Data Base 你要写一些Java C Plus 这些专门做process方面 那你做分析方面 你现在最常用的 当然有一些tool 最常用就是用R 跟这个Pathom 这两个tool 大概现在用的最多 那一些 你现在看这些研究所 这些叫Data Scientist 这两门课都是必修的 一定要修 因为做R 你可以做 它可以做一些统计 可以做很多预测 做model R Pathom 那SQL 就跟Data Base 很有关系 OK 那Spar 就是可以处理这些 paral processing 这个raw data 很有关系 它也需要是哪些skills 要machine learning 统计数学 尤其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要学很多东西了 要supervised learning and show me做model 做algorithm 做很多测试 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今天学校 要做很多 做evaluation 做很多测试 做model 因为做很多 做预测 不是100% correct 你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 很精准 这不但说 你做测试 做Data Science 里面最complicate的 一个task 就是说 你要了解问题 Data Science 里面 你因为Data Science 最主要问题 就是要解决问题 那你对问题 要非常非常了解 什么是问题 第二个最困难的challenge 就是说 你去哪里找资料 你的资料不是内部 这两个最大的challenge 所以Data Science 不是说 你只会写几个程式 用几个aggregation 那不是的 你要怎么样 去了解问题 要解决问题 你怎么样 去收集资料 这个资料很重要 那资料不是一个地方资料 你怎么把这些资料 整合起来以后 从资料里面找答案 找它的solution 你要做一些model 做一些algorithm 那你做出来的东西 做预测也好 它的正确度有多少 你还做调整 做测试 你看这个答案 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它为什么 付那么高的薪水 这些Data Science 要经过长年的训练 OK 不说你现在学哪门课 就能做 那另外一些skill 就除了R之外 Machiner 我讲过 Machiner 你最近很大 做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 关于个人工智能 你可能就 有些拿PhD专门研究 当然是人工智能 是针对性的 比如说他们人工 不能是解决一般的 比如人工智能 用在医药方面 那你要最织方面的 非常非常清楚 那人工智能 用在marketing方面 或者用其他方面 所以都不一样的 它写的程式 都不一样的 那我大概是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时间很快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讲了好多东西 有关大数据 有关的AI这些东西 我们请教授帮我们做两分钟的结论 你觉得我们听众有什么东西需要 真的是可以从这方面得意 然后可以带走的 好 首先我要谢谢各位听众 接受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们今天的一些浅见 我个人的对大数 这个资料科学的认识 与大家分享 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智能的社会 将来未来十年二十年 这个资料科学 是一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很建议 我们的年轻的学者 从现在才开始 或者是你还没有 接触这一行业的话 你可以考虑到 接触到资料科学 你看你是不是有兴趣 或者你有这个能力 试制一场非常很好 还有值得rewarding的一个career 他负责非常好的薪水 而且职业非常稳定 将来的出路也非常 非常好的出路 也是一个非常challenge的工作 这个如果说你不是 从事这一行 我这个职业 我也希望你 对这个资料科学方面 能够做进一步的认识 因为对你的工作 绝对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非常感谢您 这个陈教授 到我们的节目来 我们时间到了 那谢谢您 这个再度来我们科技生活节目 畅谈有关数据科学 它的应用 还有技术的一些背景 还有未来发展的情形 还有尤其重要的是 目前工作的机会 我想这个是我个人这个得意良多 我是希望呢 您能够有机会 再来跟我们谈谈这个 目前相当热门的这个学科 我相信是这个发展会非常非常快 本节目科技生活 是由刘登凯 王兴怡 杨雪 赵孟文 陈一谦 和吴玉硕 共同制作主持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拜拜